贾棚创立的餐饮公司 拥有一只72人的后厨团队 专门为一些高端会所俱乐部提供私人定制 而贾师傅最感谢的 还是早年作为一名冷菜师的那段经历 做冷菜和做厨房是性质不同的 因为这个冷菜做出来的上桌 它的第一面脸 它的造型 装盘 给人一个感觉就很有思韵的那种感觉 今天我看到这道菜 我很开心 我心里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贾师傅做的这些与其说是冷菜 倒不如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但今天要教我们做的冷菜 却是从头到尾贯彻了简单二字 这些我们原本以为只是做一道菜的食材 但贾师傅却告诉我们 这些食材我们可以做两道冷菜 第一道冷菜呢 只要用一根苦瓜和苹果汁 就可以做一道冷菜 这可能是我们拍过的 食材构成最简单的一道菜了 工具也很简单 一个家用的爆刀就够了 第一步 冷藏苦瓜 苦瓜冷藏之后 口感会更爽脆 当然也更易定型 爆出来不会是软塌塌的感觉 而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把苦瓜爆成片 用爆刀把表面这些坑坑坑坑的先爆点 食股苦瓜平整 下面我们下一步就是把苦瓜全部爆成片 在爆的情况的同时不要太用力 因为这个苦瓜我们买回来过以后呢 在冰箱里已经冰鲜过了 它这个是很脆的 如果你用力过猛的话 它就会容易折断掉 第三步 苦瓜浸冰水 爆成片呢 冰水洗过以后呢 它会减少它的苦味 二呢 冰过以后呢 可以保证它的脆感 第四步 苦瓜装盘 调味 来 我们把苦瓜给它摆好 调味最好选带气泡的果味饮料 这个苹果汁呢 必须在冰箱里冰镇一下 要冰凉凉的感觉 只要倒着一小半 一小半就可以了 好 像这种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因为苦瓜片得够薄 吃的时候简单拌一下 就已经够入味了 这碧绿绿冒着气泡的夏日凉菜 光是看着就已经够清爽宜人了吧 第二道呢 我们就做白菜 更确切地说 应该是只用白菜帮子的部分 酱汁要比第一道菜复杂一点 但所谓的复杂 也只不过是用到三种调料而已 那我们第一步就先来调酱汁 这个比例呢 我们先是一比一比一的比例 先把锅烧热 烧热好了呢 我们先把六月鲜 先倒进去 一碗六月鲜 这个六月鲜呢 我们下锅的时候呢 稍微熬一下 让它有一点温度 好 然后我们加入白糖 我们要快速翻过去搅 因为呢 如果不搅的话呢 这个白糖呢 它很容易做底的 会变花糊的 因为脚把它熬化掉 熬酱汁开中小火 整个过程要不断搅拌 而且速度要快 直到酱汁沸腾起泡 用我们家的那种煤气呢 大概两分钟左右就熬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熬好的料呢 不是马上就要食用的 这个料呢 我们必须放冰箱呢 去冷却它 冷却之后 再加入开胃的苹果醋 现在已经冰净好了 你看它现在这个浓熟度 你看 它已经很浓了 现在我们把苹果醋 也是按一比一的比例的 给它倒进去 倒进去好了呢 我们把它搅均匀 它现在呢 就是没有刚才那种这么稠了 它现在就已经很稀了 这道菜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银丝凤尾卷 那这白菜帮子 怎样才能切出凤尾的效果呢 下面我们就来给白菜改一下花刀 先把叶子去掉 在旁边都给它修干净 把它修 修好白菜 我们先用45度 先把这个投资本 先给它片掉 片过以后 它已经斜到了 我们要斜到45度 但是不能断 然后再下第二刀 还是这样 轮着来 这样轮着来 它是不断的 看 连起来的 好 然后现在把它切成丝 像这样 用四到五片白菜帮子 就能做一道凉拌菜了 白菜改刀之后 还要浸一下冰水 准备一盆冰水 把切好的白菜放进去冰镇五到十分钟 白菜会自然卷曲成凤尾的效果 在冰水泡过后你看 变成这个凤尾 当然 口感也会更爽脆 第四步 装盘 把稍微控下水 然后取三分之一火锅勺的酱汁 淋到白菜上就可以了 原来只用白菜帮子 也能做出像这样造型别致 又清凉爽口的夏季开胃菜 今天做这个两道冷菜呢 简单 实用 口味呢 很清爽 很清凉 很适合夏天这种季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